如果说有什么比杀人碎尸更加恐怖 那么一定是人心和人心 广东女子怀孕短短数月 肚子却疯狂长到无耻之大 体重更是从100斤狂飙到220斤 整个人面色苍白奄奄一息 肚子就像随时都会爆炸一般 那么在她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她就为何会出现如此怪异的现象 2009年 一个孕妇的到来震惊了广州复大医院 所有的医护人员 女人名叫彭锡妹 长得眉气目秀却大腹翩翩 她身高只有1米6多 但肚子却就实为那么大 一般情况下 足月的孕妇肚子最大的也就1米左右 但彭锡妹的肚子却比足月孕妇 还要大了670厘米 就连医生看了都觉得惊奇 因为她的肚子比一般 五胞胎的肚子都要大 甚至因为太大 肚皮上已经清净暴击 看起来隔壞吓人 经过简单的B超检查后 医生发现她的肚子里面全都是液体 完全看不到胎儿的存在 甚至连她自己的五脏六腹都看不到 考虑到B超只能穿透六七厘米的腹腔 而彭锡妹的肚子有五六十公分厚 因此只能为她做CT 然而此时却再次出现了问题 她的肚子实在太大 直径超过了一气的尺寸 大根就过不了一气的空 就连从一多年的老医师 都没有见过这件事 此时大家脑海里只有一个疑问 彭锡妹的肚子里面究竟是什么 真的是孩子吗 经过医生的机制检查 最终发现这里面 竟然是一个鸡蛋大小的恶性肿瘤 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 还要从几年前来讲起 彭锡妹29岁 家住华州市关桥镇的妇联坡村 五年前她看上了同村的一个小伙子 两人很快就结了婚 结婚后 婆婆一直催着彭锡妹赶紧生孩子 然而奇怪的是 结婚两年 彭锡妹却迟迟没就怀上 因此婆婆一嫁 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 就认定是彭锡妹的问题 供婆怕花钱 因此并没有去正规医院检查身体 而是到处寻找所谓的铃蛋妙药 找来了不少偏方 彭锡妹虽然反感 但为了怀上孩子也都忍了下来 很快她觉得肚子开始不舒服 经常胀痛 她以为怀孕了 想去医院检查 但却被作为过来人的婆婆拦了下来 婆婆信誓旦旦的表示不用查 这就是怀孕的症状 为此彭锡妹只能作罢 沉浸在怀孕喜悦中的她 完全不知道 异常荷梦正在向她逼近 广东女子身患怪病 怀孕十个月 肚子大倒了一波 孩子却迟迟不见出生 丈夫得知情况后 不仅不就丝毫安慰 还要年要带其他女人回家 将她当面扫地出门 那么在这个女人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时间转眼过去了三个月 此时彭锡妹的肚子 已经比怀孕七八个月的人还大 更令人觉得恐怖的是 她觉得肚子里的孩子 似乎拥有吸血的能力 她经常觉得手脚无力 还时不时的就晕倒在地 她想去医院检查 但婆婆却觉得她矫情 表示压根不用花那个愿望钱 女人怀孕都是这样的 多哺哺气血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然而彭锡妹的症状却并没有丝毫减轻 反而越演越烈 很快她就被折磨得面如白纸 四肢枯干 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 到时候孩子还没出生 大人可能就先挺不住了 为此她不顾婆婆的阻拦 坚持去了医院 然而医生的诊断却令她无法接受 原来她并没有怀孕 而是长了一个恶性肿瘤 但即使治疗两三年后也会复发 到时候救命就办法治了 还没等她从震惊中还过身 旁边的丈夫却突然开始冷笑起来 并且给了她两个选择 要么她自觉一点滚出家门 要么她就带别的女人回家 她就说要不你就离开 要不以后我做什么事 要你也可以住在这里 到时候以后我出去做什么事 或者带女人回来住 你都不能管我 康熙妹怎么也想不到 通床供诊两年的丈夫 竟然会在她身患重病 可能不久于人世的情况下 如此冷漠 这一刻她无比清晰地 沉浸了人情冷暖 心中的觉慌难以想象 然而丈夫的决绝行为 却并没有止步于此 她逼迫彭媳媳亲自画押 写下自愿离婚的协议 彭媳媳拒绝后 公婆竟然也帮着丈夫逼她离婚 彭媳媳心婚一冷 他们就任何空到 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 晚上她独自站在桥上 很多次都想跳下去 从此结束所有痛苦 但是看到正在往高处 艰难爬行的蚂蚁 她泪如雨下 觉得楼梨都在坚持活下去 自己也应该活着 否则怎能对得起家人呢 可能很多人觉得奇怪 彭媳媳既然还有家人 为什么会对她不问不问 实际上彭媳媳的娘家 是当地最贫困的医护 她不想因为自己拖来人家 因此才选择到处流浪 而这一流浪就是两年 两年的时间 没有人知道 她挺着大肚子 究竟是如何生活的 而她的肚子 也因为没有及时治疗越来越大 最终长到了 要人性命的程度 广东女子身患怪病 怀孕短短三个月 肚子就大倒离谱 生死关头 冷漠丈夫却将妻赶出家门 幸好得到贵人相助 才勉强保住性命 那么她的最终结局 究竟如何了呢 2009年 彭媳媳的肚子 已经大倒离谱的状态 此时她的体重 已经达到了220斤 其中肚子就占了120斤 在大肚子的压迫下 她压根就躺不下去 直接躺下就喘不上气 脚也被压迫得破了皮 她可能活不久了 因此她决定给自己 选择一个体面的死法 她不想死在大街上 被人发现后 像条狗一样 被搬来搬去的随意埋掉 为此她来到了 湛江中心医院 她认为 就算自己死在了医院里 很有可能会被送进 火葬场进行火化 他们有前治病 因此也不求任何人 就只能寄居在医院的走廊里 靠着好心的护士 和病人的帮助艰难生存 也许是命不该绝 她很快就遇到了 自己这辈子最大的贵人 当时广州复大医院的 徐克成院长 来这里进行议证 坐在走廊上的彭媳妹 一下子就吸引到了她的注意 因为她不能住啊 她小病都要站在那小病 大病小病都要 是这么小病小下来的 你难以想象 这个人怎么生活的 彭媳妹努力生存的样子 令徐院长久久无法忘怀 她觉得彭媳妹年纪轻轻 就死了太可惜 而彭媳妹则表示 自己没钱治病 去院长当即派办 为妻免费治疗 2009年12月23日 彭媳妹被救护车 从湛江接到了广州 此时她因为肚子太大 已经出现了呼吸困难 和心脏涮解的症状 经过简单的检查 医生发现 她的五脏六腑都已经移位 必须要立即进行手术 但一个棘手的问题 摆在医生面前 彭媳妹肚子里的机械太多了 不及时清理的话 压根就无法进行手术 由于不知道这些机械到底是什么 因此医生并不敢随意尝试 但人命关天 彭媳妹的身体状况 已经无法再拖延下去了 医生们获得她本身的同意后 最终决定冒险 将她肚子里的机械抽出来 就这样 每天抽5000毫升 一共抽了10天 5万毫升的机械 相当于100大瓶皮油 从她体内被抽了出来 彭媳妹的呼吸 明显顺畅了很多 而此时一个鸡蛋大小的肿瘤 也终于出现在 大家的视野之中 经过简单的休养 彭媳妹的手术 终于提上日程 为此医院 还专门将她的家人借来 彭媳妹惠子感动不已 谈及家人 她忍不住的泪流满面 觉得自己脱累了家里人 而对局那个冷漠的丈夫 她也表现得无比大度 也不恨 我也放开心情去了 我不想恨人 她怎么做就怎么做 我也不想去恨 恨一个人很累的 2016年1月15日 上午8点左右 彭媳妹被推进了手术室 经过医生们 5个半小时的忙碌后 手术最终 获得了成功 有句话说的好 如果前面有阴影 不要害怕 因为那代表了背后 充满阳光 彭媳妹的重生 离不开各界好心人的帮助 也离不开她自己的坚强 希望这个坚强的女人 能够珍惜这次重生 未来幸福美满